近年來 圍繞硅谷庫伯蒂诺市Volco商圈的改建項目正一不斷 從4月9日到13日 市府舉辦了系列專家研討會 邀請社區民眾參與發表意見 共同完成新的建設方案 在庫市市政廳內 展出了未來Volco建設的設計方案 包括樓層的建築規模 如小型建築 中型建築 大型建築等 此外還包括街道 公共空間 停車場等多種設計方案 供市民選擇 關於住宅用途的支持策略當中 還包括 提供步行可到的雜貨店 藥店 學校 飯店等 關於停車的方案當中 包括提供有充電裝置的停車位 提供充足的路邊停車等 居民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議 中午12點到1點 在市府還進行了關於交通方案的專家研討 與會人員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 Volco建設的設計方案 本週週三 4月11日 週四 4月12日 從上午10點到下午5點 還會開放給社區居民 另外 週三 週四 中午12點到1點 還有專家研討 市民可以參與討論 新唐記者金亞蘭 矽谷報導 市民可以參與 新聞 講述 講述 包括